马上2023年就到咯 我们来写一个有趣的2023年的数字 首先呢我们写一个粗粗的2 前面圆圆的对不对啊 圆圆的 圆圆的2 在2的头顶呢给它加一个 哎是它的帽子吗 不是的哦 是像一个像一个胡萝卜的叶子 因为2023年呢是兔年 所以呢我们要画一个小兔子喜欢吃的胡萝卜 我们在它的这个数字的身上呢 加一点花纹 像这样 有点像胡萝卜身上的条状花纹 嗯一二我们就画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铃画成一个小兔子 先给小兔子画上一个长耳朵 右边的耳朵呢 晚安下来了 常会比较可爱一点哦 然后画出兔子的脸脸 一个大括号 这里画一个半圆形 小胡 小胡 他的手收 你猜他是抱着什么的呢 当然是他最喜欢的胡萝卜了 胡萝卜就是一个长长的三角形 再给他加一个胡萝卜的叶子 你这样不涂色 你都能看出他是一个胡萝卜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小兔子的眼睛画出来 小兔子的眼睛比较小哦 我们就给他画两个圆好了 小眉毛 小睫毛 倒三角的小鼻子 中间画一个倒三角的小鼻子 一个弧线 两个弧线 再画一个U 给他加一个小兔子门牙 呀 是不是很可爱呀 再给他加一个圆 二零 再来画一个和第一个二一模一样的二 好 拉壞個3 我們這個2023就畫出來了 加醋一點吧 好啦 那麼2023年的小兔子 它肯定擁有很多的胡蘿蔔 它肯定擁有很多它最愛的胡蘿蔔 我們把2023都塗成胡蘿蔔的顏色 在下面呢 我們可以加上一個Happy New Year 謝謝觀看 喜歡我的視頻 請點贊和訂閱哦 喔 ゆ昆蔔 紙蔔